如果俄罗斯与日本爆发冲突 俄罗斯不使用核武器的话 能够打得过日本吗 据介绍 专家对这两个国家进行了多方面的考量和对比分析 差距一目了然 首先 来从陆军方面进行对比和分析 先从作战人数来看 俄罗斯和日本做比较 很明显 俄罗斯是占优势的 如果从作战武器上来看 俄罗斯拥有的装备更加先进 不得不说 这两点足够能碾压日本 当然 这是很多网友都心知肚明的 其次 专家从空军方面进行了分析 我们都知道 俄罗斯是世界上少有的 已经研制出第五代战机的国家 然而 日本目前拥有的五代机是从美国进口的 虽然说此前有相关消息报道称 日本宣布要自行研制第五代战机 不过目前来看 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其实 日本拥有的战机并不少 其拥有F15等战机组成的三代机群 不过 这些已经被新战机刷下来的老旧战机 或许很难和俄罗斯的战机进行对抗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 俄罗斯还拥有图160轰炸机 要知道 连美空军都不敢与这款轰炸机对抗 因此 如果单凭日本一个国家的力量 是难以超越俄罗斯的 最后 专家从海军方面进行了分析 虽然外界都称日本拥有很多战舰 还拥有七艘准航母 不过 这些被外界称为航母的军舰 根本没有办法和航母相提定论 俄罗斯拥有一艘航母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 俄罗斯还拥有核潜艇 就算不搭载核弹 这些核潜艇也可以搭载其他常规性武器 不得不说 千万不要被误导了 就算俄罗斯不使用核武器